好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4月10號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之前在3月2號的時候 我們曾經介紹過這株蝴蝶藍 這株蝴蝶藍呢 它是剩下一片葉子 然後呢 它開了花 那經過了一個月呢 我們又再回來的時候呢 發現它的花已經被剪掉了 所以呢 估計它的花呢 其實它並沒有開了很久 反正開可能不到一個月 那我在之前呢 我就跟各位講說過 這株蝴蝶藍 它呢 只剩下一片葉子 你只要看到一片葉子的蝴蝶藍 即便開了花呢 它的花呢 應該也撐不了多久 再加上呢 它這個位置呢 是在戶外 我說過 戶外的話 你如果遇到下雨的話 那個花如果碰到雨水呢 會很容易爛 那我們將這個 之前拍過的這個 3月2號拍的影片呢 我們將這個連結呢放到右上角 有興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參考參考 那今天呢就是跟各位介紹說 這個蝴蝶藍齁 你只要放室外的花 你看像這個花一個月就消失了 所以呢 不太可能開太久 那我們現在再換這邊 當時呢 3月2號呢 那一天呢 我們也介紹過 這邊有一串阿嬤 那個蝴蝶藍叫阿嬤啦 阿嬤的蝴蝶藍白色的花 當時呢也是被碰到雨水呢 然後呢很醜 長了點點的斑點 那現在呢也被剪掉了 這什麼原因呢 我說過蝴蝶藍 人家養在室外 要開很久 你想要讓它開一個月兩個月呢 其實是有點困難 有這種困難度在 它的先天的環境不好 你如果碰到下雨花就會早些 然後花會爛 也會早些 這種很多問題存在 所以呢我跟各位一直講說 你如果蝴蝶藍呢 我是不太建議說 養在樹上或養在室外 開花的時候 你可以養在室外 但是開花你一定要移到室內 不要讓它碰到雨水 那你要讓它想辦法開得久呢 你的蝴蝶藍呢一定要養得 那氣根呢一定要養得很壯 很旺盛 然後葉片要養得多 這樣子呢 你的蝴蝶藍才有辦法開得久 再搭配開花肥的時間 使用呢 可以撐得更久一點 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是介紹到這邊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去嘗試嘗試 感謝收看 再會